- 影片開始前記得先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訂閱是免費的喔 今天我們要看一下Special EPSO最後一支 就是我們的薩波拉 看到這個藍色的包裝有沒有 那我們上次的這個主角 魯夫跟艾斯就在這裡 廢話不多說趕快把它拆出來看看 這就是他這個景品的正常包裝 那他總共就分成到約五等份 那一個是上半身 然後下半身還有地台 以及這個水管 組裝完畢 那他這次最難的部分就是這個腰 腰的部分會卡得比較緊一點點 所以要塞進去 如果塞不進去的話 可以使用吹風機稍微朝洞口吹一下 會比較好進去一點點 我真的覺得他做的都很到位 看不出來他是只有300多塊的這種景品而已耶 真的他的平款瑕疵真的是算很少了 比蠻多一番賞都好很多的喔 而且我覺得他的臉啊 不會覺得說他有一些角度限定還什麼的 那他這個下二牙齒的部分 也不會像上次這個艾斯一樣 那個牙齒有點蹦出來那種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一隻真的 可以是這三隻裡面最棒的一隻 那再來其次我覺得是艾斯 因為艾斯我覺得他這個色彩鮮艷表現真的非常不錯 那魯夫的話就稍微比較普通一點點 這個黑色塗裝啊 瑕疵算是非常少 雖然還是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一些畫痕 但是其實都不是非常明顯喔 在他的這個水管上面啊 金屬的色澤也做得非常非常棒 他這個色差上面那個比較深色的部分 哇他這個感覺都有做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我們現在也有預購色團囉 對啊我們平常開箱的這種類型啊 比如說公仔玩具模型人偶 都有放在我們的色團裡面販售 包括一些還沒到的預購商品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預購自己喜歡的玩具 我們的連結放在留言處喔 趕快加入 下面下面 他在腰帶上面做一些金屬色啊 雖然說他在紐扣上面有一些塗裝上的瑕疵 不過我真的覺得 以這個300多塊的景品來說是還好的 就讓我覺得塗裝很不錯的地方是他的褲子 他的褲子那個漸層還有他的質感 他有點做那種類似磨砂的那種感覺 哇這個摸起來的觸感真的是非常的棒 皮鞋在反光呈現上面也做的非常不錯 然後在他這個帽子上的眼鏡這部分啊 鏡片的處理上面是有做一點點反光效果的 所以說他塗裝上面的細節 我是真的覺得做的還蠻到位的 這三隻啊都讓我蠻訝異 就是他三隻都可以不用地台就這樣站著 終於完成他們三兄弟的熱共鳴 這個地台也是跟上次ZERO一樣 他單看的話不太好看 但組合起來就是蠻漂亮的 然後我覺得他這個地台稍微有一點點 跟這個手部有點不合 就是說他們在乾杯的時候 我剛剛就喬了很久 到底要怎樣他們三個酒杯才可以碰在一起 結果 最後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他們可以靠稍微近一些 但是有點交錯的那種方式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說真的 想要讓他們三個酒杯敲在一起的話 可以考慮不用地台 就讓他們用手互相撐著 也是不錯的一種感覺 那整體呢 交杯酒的那種感覺 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棒 他的這個還原度啊 跟他整體塗裝 我覺得他們都 不會說欸 可能哪一支特別的 欸有瑕疵啊 還是塗裝上特別不好 不會 這三支都非常的好 然後加上他們的價位又親民 如果說你們喜歡三兄弟的話 真的一定要收這一套 便宜又實惠 真的CP值非常非常高 那他們在展示上面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是 呈現一種意境 一種感覺 就是這樣呈現起來 因為各個角度看起來 基本上都是看他的背面 然後其他兩個也是隱隱約約看到他們的側臉而已 所以說這個比較呈現意境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這一次這個三兄弟干杯的這個場景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讚並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